大家好,我是大普帖小編 那在剛才我們在做這個實況的時候 很多玩家都問小編說 小編,黑暗騎士的技能要去哪裡買? 那沖暈跟反沖暈這個技能 也就是現在畫面上我給大家看這兩招 沖暈還有反沖暈這兩招技能要去哪裡買? 小編必須在這邊很遺憾的跟你說 台版目前没有卖 我发表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因为这个东西 它在韩版推出的时候 它是以活动的方式来进行 也就是说 这个职业黑暗骑士 它原本在设计这两招技能的取得方式的时候 你们可以仔细看一下 它在这个上面写的是 雪蒙商人 也就是说 你必须要有雪蒙商人这边来购买 你才可以获得冲晕跟反冲晕这个技能 可是 对于这个 一个新职业来讲 它是等于是可以跟骑士 可以互相对抗的一个职业 那你一个新职业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雪蒙商人要花多少钱才可以买到 这边黑暗之晕 要8万雪蒙币 那反冲晕就是晕眩之境 要16万雪蒙币 那这两个技能 你一开始要如何让玩家 在初期就可以拿到这两招技能 我们先不要说反冲晕 光是冲晕这招技能 你要如何让玩家在一开始就拿到 而且买冲晕跟反冲晕这两招技能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存钱 那整个游戏的这个趋势跟这个整个的风声 其实大家都已经准备好 想要转黑暗骑士 想要把这个骑士把它转成黑暗骑士 因为它可以单手冲晕 而且它可以装盾 那等于是有防御又有攻击 又有这个冲晕的这个状态下 这种情况下 大家对于黑暗骑士的职业 其实是非常期待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原因 台版今天在开放的时候 它完全没有没有顾虑到 或者是他们想要调玩家喂火 还是怎样 这个不知道 总之呢 我们现在在商城里面 在这个魔法商人里面 是没有看到这两招的 最多最多只能买到黑暗冲击跟黑暗防护 那黑暗的这个冲晕啊 跟黑暗之境 这两招完全没有看到 那很多玩家都在抱怨说 为什么他们没有看到 是不是没有看到 是因为官方根本就没有卖 那我相信呢 光是黑暗冲晕这一个技能 在黑暗骑士宣传的初期 玩家就已经非常期待了 那今天官方 他也不是不知道 玩家在期待这种事情 那但是他却在活动推出的时候 刻意的把这个东西 不在第一时间去开放 那我说真的 对我自己来讲 假设我今天想要 我今天是骑士 我想要转成黑暗骑士 那我转过来 我是不是笨蛋呢 我今天本来骑士 我可以打架 我有冲晕 我甚至我已经决定好 要吃惊艳了 可是我转过来之后 却发现 哇糟糕 我根本没有办法有冲晕啊 那我是不是转过来 是被当笨蛋的 在所有的这个消息里面 我们都知道 黑暗骑士他这一招技能 跟整个这个配合 整个搭配起来 是非常的OP的 那今天 官方却用这样子的设定方式 让整个玩家对黑暗骑士的 这个期待感 就是受到一个挫折 那我相信不只是 我对这个设定有意见 非常非常多的玩家 也对这个有意见 我们真的无法去理解 为什么官方 要去做这样的设定 甚至 他可能会之后跟你说 我们可能是隔几天 才会开放 可能是先给你 玩其他的 让我们用其他的活动方式 再去开放 这个已经是 无从解释 官方知道 玩家期待的是什么 却把这件事情 放在后面 那基本上这件事情就已经是 对玩家非常非常的 我觉得是掉人家胃口啦 那你要说不友善 我觉得也不为过 那 课金的产品出得快没关系 但是你这个 不用课金的产品 大家准备了这么久 你今天端出来的东西是这样子 那我说真的 我觉得会让人家非常的不满意 那大家也不用再去找了 因为 在官方还没有公告之前 这个东西 他是不会出现在这个商城里面的 他不会出现在这个NPC里面的 你要的话 你想要冲晕的话 就只能乖乖的去累积8万名义币 可能要累积上月啦 慢一点的话 可能要上月或者是好几个月 你才能存到这个黑暗之晕啦 要不然你看 像现在 完全没有冲晕啦 这个职业没有冲晕 他还有价值吗 这个职业没有冲晕 他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我觉得官方真的要想清楚 这件事情真的很 可大可小 虽然说他是一个活动 但是我觉得 既然大家已经期待这么久了 官方也不是不知道 如果真的不知道的话 那我们对这家公司 真的是更失望 那以上就是 我对这一件事情的这个看法 跟大家分享 可以说明说明儿的这个看法 我是什么的